紅湖灣 紅湖灣 外國的紅湖灣 有個許多紅的幻想 陽光的風沙戰場 白拉謝人張 外國一位老船長 在音樂工作上 或者是私底下跟朋友的相處 我覺得我都是抱著一種溫暖的 平伴的 成長的 堅持的 跟夢想的一種心情 因為那就像是我唱《魯冰花》的一個精神 因為其實魯冰花的作曲人 跟編曲人 陳陽老師 他也是從這個校園的時期 他其實也做了很多的作品跟編曲 那我覺得繼續在音樂的路上 人生路上 然後復朗老師 我覺得是很很幸運的 跟很持主 跟感恩的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沒事 沒事 怎麼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他就是 只要很容易感動 而且他已經過世了 像他大師隊 然後在他走之前 他其實拿到了 聽去講的對家貢獻 對家貢獻 來說其實我真的也很提他 台積有 可是他其實 算是十字名故的 他雖然不是一個很商業的人 但是我覺得他對於一個從東東來的一個小孩 很多事情都不懂 但是他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會唱歌的人 但是他很用心地交叨 然後就覺得自己 就像佩晴說的 我覺得很感恩的一個心情 很多人都說 真正你這幾年都沒有什麼唱歌 其實我一直都來唱 一直都來唱 我在不同的地方唱歌 我可能在原住民的音樂主聽餐廳 我還是抱著其他唱歌 因為我覺得 那是一個 自己可以可能 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歡這個工作 而且最初真的 所以十月五號為什麼要來 其實每一場 如果大家願意來的話 我真的會 因為在台上的人 是為大家唱 然後你們一起來 唱著 我們一起唱著說 家的 紫妮姐那你老公當天會到嗎 我老公我沒有結婚 我沒有結婚 在吉他 在吉他 你不在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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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愛的導航OK 這事情是這樣的好不好 這個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 民歌五十相親演唱會 雖然他已經嫁給吉他了 大家也知道他很感性 也很自信 但是如果你喜歡一個 拿著吉他 面對洗衣機唱歌的人的話 你一定要來看這場演唱會 好不好